阿冠杯十六強次回合在星期三下午有場比賽 到其時衛山現代會作客挑戰甲虎楓林 這場賽事件直播為大家常現場直播兼且有粵語旁述 衛山現代近期更穩定,首回合手握3比0優勢 輕裝上陣的衛山現代應該雙殺對手晉級不成問題 甲虎楓林是日月中游分子 能夠參加今屆阿冠全靠2022年日本天王杯決賽 通過12碼贏廣島三戰奪冠 具備一定程度的運氣成份 同樣,他們今屆出戰亦有運氣成份 面對墨爾本城、浙江隊及武里藍聯分離同一組的情況下 都能以50%勝率殺入淘汰賽真難得 作為一支次級聯賽球隊入淘汰賽 甲虎楓林被視為黑馬 黑馬往往都很難黑到底 由於賽程深入,黑馬的弱點就會慢慢暴露出來 對於甲虎楓林來說,防守就是他們的弱點 連同上季日月,美輪在內 甲虎楓林在四場各項賽事取得一勝,一和兩虎 其中後防堪稱是重災區,單場最少失兩球 熱手回合作客衛生現代已經被打回圓形 就算次回合,首額主場優勢應該都無力扭轉頹勢 衛生方面剛剛在過去的2023年當中成功衛免韓籍冠軍 連續兩季取得冠軍,證明他們在南韓國內具備競爭力 雖然在分組賽階段發揮難以稱得上,順風順水 始終他們要兼顧聯賽作戰,多線作戰之下一定有壓力 在順利成功衛免後,韋山明顯能專心在亞冠的16強當中 所以首回合他們面對甲虎楓林毫不留情 朱敏拳上半場已經完成梅開爾島 然後憑著薛榮宇下半場的入球幫助球隊 送三隻彈給甲虎楓林,同時首回合 雙方主要數據都呈一面倒 空球率衛生現代佔66%比34% 射門數衛生現代是11比6 場面上衛生現代可以說佔盡優勢 更方向,他們最近四場各項賽事能贏三場和一場 進攻方面攻入最少兩球 而且上一次亞冠聯賽作客都能以3比1取勝 有見及此,衛生現代絕對有能力傷殺甲虎楓林 喜歡這條片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分享給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,拜拜! 請來跟打過 按讚 感谢观看